今天我要介紹另外一個APP 這個APP我覺得對音樂人還蠻有幫助的 然後它這個一打開啊 它裡面就是有很多 要怎麼說 就是有很多 很多樂曲 然後都是古典音樂 然後也有譜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 就是還蠻有幫助的 然後你可以透過你的點數下載你想要 想要演奏的音樂 那我今天想要用一首歌叫 Also Let Me 這首歌來做示範好了 然後我們先慢一點 它第一個它可以調速度喔 超酷的 調速度 就只要 調好假設 假設速度是這樣好了 先裝個樂器 OK好那我們就要開始演奏囉 先來慢版示範 來自我 到作為了 第二次 調速度 在韓國 超音樂 去 在韓國 前 在韓國 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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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